如同天上将魔主 真是人间太岁神 这个柳如烟 你给几分 如烟提示您 准备好歪法和薯片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你本是一个矮胖绰死肥宅 却被五大笑花脱光了衣服 并用绳子绑在KTB包间 不仅仅是说出了 要共享你身体的火狼之词 甚至要对你下药 任他们百般捉弄 只因你是被诅咒的血脉 体质天生吸引女人 既家男人成年后 就会在特殊血脉的影响下 沉溺情欲 若是强行忍着 活不过五年 只有和真心相爱的女人 诞下后人 才能恢复正常 我不想要自己 沦为情欲的奴隶 因此早早和喜欢 我的凌家青梅柳如烟确定关系 只等我们成年后 让她帮我解除血脉诅咒 可我没想到 她私下竟对她的好友们道 继伯答呀 我早就腻了 转头她就和我提了分手 和追她的笑草在一起了 可她不知道 她那些表面和她一起 嘲讽我的好闺蜜 背地里全在挖她墙角 宝贝 听到了吗 柳如烟这种人配不上 你看我怎么样 我的微信接二连三地 弹出最新消息 我淡淡地笑了 柳如烟不配 你们就配了吗 今天是柳如烟的生日 下课后我带着生日礼物 匆匆朝她庆生的酒吧赶去 包间的门没关 我刚抬手准备敲门 就听到里面传来对我的嘲讽 如烟 你该不会真准备 和你的竹马结婚吧 就她那又土又胖的样子 哪里配得上呢 我抬手的动作一顿 下一刻 也是 纪伯达哪里比得上梅纪伯帅 其他几个柳如烟的朋友 也都在这时纷纷复合 是啊 梅笑草和你才比较般配 真难为你和纪伯达谈到现在了 见柳如烟肆意地放任 她的闺蜜们贬低我 嘲讽我 我不禁心中一痛 双拳死死紧握 清金爆起 今晚我本来是准备 答应她一起去酒店的 没想到她早就想和我分手了 青梅竹马多年的情谊 终究是为了狗 我以为柳如烟会是我的家人 可现在看来 我眼瞎的彻底 听奶奶说 纪家的祖上受到过血脉诅咒 天生体质特殊 对女人有致命的吸引力 而纪家男儿成年以后 便会在血脉诅咒的影响下 身体躁动 沉溺情欲 只有不断地和女人沉溺情事 方能得到缓解 若是强行忍着 不出五年便会暴毙身亡 当然诅咒也不是没有化解的办法 那就是与真心相爱的女人 结合诞下后人 如此一来 血脉诅咒就会转移给下一代 自从十四岁那年 从奶奶嘴里得知这件事情后 我就在提早做准备 因为我并不想让自己 沦为情欲的奴隶 所以我很早就在盯着 周围的优质女生 柳如烟与我是青梅竹马 生得清纯美艳 成绩也很优异 最重要的是 她平时看起来清冷淡漠 却独独对我温柔耐心 所以柳如烟高一那年 对我表白后 我答应了 我知道随着我年纪渐长 对女人的吸引力也会增加 整个高中时期 柳如烟都带我极好 可上了大学以后 她开始变了 因为长得好看 柳如烟大一时就被评为大笑话 追她的男生 自然也多如过江之际 当然 这些男生也并非不知道 柳如烟早就有男朋友 可他们不在乎 因为在所有人眼里 我这种打扮土里土气的土包子 根本就配不上漂亮的柳大笑话 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早晚会分手 听到那些留言的时候 我以为柳如烟会和过去一样 站出来维护我 可她没有 反而是对我说 纪博达 你已经是大学生了 不再是高中生了 能不能好好导视自己 你知不知道我那些闺蜜都在笑话我 找了你这么个拉里拉他 土里土气的男朋友 我们是可怜到已经穿不起衣服了吗 天天穿得跟乞丐一样 脸都被你丢完了 我当时听了惊乐地看着她 柳如烟随后 却又一脸懊恼地抱着我开始道歉 对不起达达 我不是嫌弃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你变得更好 你别想多 我勉强地笑着点头 我该怎么告诉她 就算我土里土气的 只会穿宽大的T恤和肥大的运动服 她的三个好适用 还是在她带我第一次见他们后 就私下加了我的微信 平时更是没少在微信上 给我发他们的丝袜罩罩 要是有男生对柳如烟表白 或者再给她买礼物 他们都会第一时间给我发消息 说柳如烟不守女德 让我趁早把她甩了 我有些不胜其烦 索性将他们全删了 但很快 他们就利用柳如烟 又找理由让我把他们加回去了 然后继续给我发各种聊播的话 如果我准备当个海王养育 让自己沉沦在情欲里 自然可以勾搭他们 毕竟现代社会 多谈几个女朋友也无所谓 但我只想找个真心爱我的女人 我没兴趣因为血脉诅咒周旋 于不同的女人的床上 柳如烟虽然不再和过去那样事实 以我为先了 可她的几个室友 明知道我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还被地里偷偷地挖墙脚 给我发那些不堪入目的图片和情话 又算什么证人君子呢 不过柳如烟既然已经决定和我分手了 那我也没必要继续纠缠下去 毕竟我的身体已经等不起了 因为就在今天的课堂上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 奶奶所说的那种血脉诅咒带来的躁动感 好在这种失控的躁动感只持续了几分钟 这也是我准备趁着柳如烟今天生日 和她去酒店的原因 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 伸手推开门 我迎上了柳如烟有些僵硬的表情 以及她的几个好闺蜜 那兴奋又压抑地看戏模样 我没去理会现场的其他人 只是神色淡淡地看着柳如烟 你真的要和我分手 柳如烟见我当面质问她 似乎有些下不来台 然后很快冷淡的 是又怎么样 纪博答 我给过你改变的机会了 是你自己没有珍惜 我真的不明白你 为什么其他男人上了大学以后 都会把把自己捣吃得干净帅气 可你却总是这幅不修边幅的邋遢样 我们已经不合适了 柳如烟的唇角抿成一条鞋 我听了只是微微点头 好那就分手吧 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和你说生日快乐 说完 我就放下给柳如烟准备的礼物 离开了酒吧包间 而我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柳如烟的另一个室友 张盼盼高声恭喜柳如烟 烟烟 恭喜你终于摆脱了那个土包子 苏锦和则是在这时站起来 迫不及待地朝柳如烟的 是啊 这下你可以答应梅纪博的表白了 我去一趟厕所你们聊 不等我走到酒吧门口 苏锦和便已追了上来 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 漂亮的桃花眼 此时眸光火热地盯着我 纪博答 刚才是谁在说 我又土又胖 不及梅纪博帅气的 既然我这么差劲 你为什么让我做你男朋友 我觉得苏锦和很可笑 这两年 我可是没少听到苏锦和他们 在柳如烟面前故意嫌弃我 现在在我面前装什么生气 嘿 见货 苏锦和的脸色白了白 然后很快急急地朝我解释 纪博答 你知道我说的都不是真心话的 我如果真的觉得你没有梅纪博帅气 又怎么会追了你这么久 我只是害怕柳如烟不肯和你分手 才会在他面前故意那么贬低你的 但是在我的心里 真的从来没有那么想过 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你了 真的 你相信我 看着苏锦和辩解的样子 我只觉得讽刺 所以为了刺激柳如烟和我分手 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 拿哪种伤人的话来贬低我 讽刺我了 我又不是受虐狂 被他们故意打压了 解释几句不得已的理由 就会原谅他们 我没兴趣管你是怎么想的 请你以后别再来打扰我 苏锦和瞬间神色难看起来 就在这时 柳如烟的另外两个室友 张盼盼和杨美梅都追了出来 见我要走 两人立刻冲上来各自抓住我的手 纪博达 别走啊 两人齐齐说道 纪博达我喜欢你 做我男朋友吧 杨美梅反应极快地冲我说道 杨美梅身高1米73 是艺术细细花 人气完全不输柳如烟 追她的男生不比追柳如烟的少 张盼盼却在这时恨恨地瞪她一眼 随后立刻接杨美梅的老底 打打你别答应她 杨美梅谈过两个男朋友的 才大一就和男朋友夜不归宿 她早就不干净了 不像我 我从来没有对你以外的男生动过心 也没有谈过男朋友 我干净得很 见张盼盼这样说 杨美梅不由地撬脸一黑 然后沉声道 纪博达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我是有过那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又没有乱来 张盼盼这小身板一看就不太行 她怕是都满足不了你 张盼盼听了顿时额头青筋直跳 随后挥拳就朝杨美梅的脸砸了过去 杨美梅你无耻 老娘哪里不行了 我好歹也有C甲 张盼盼愤怒的吼道 张盼盼的身材其实并不差 只是和杨美梅相比较 远不及杨美梅诱人 因此两人扭打在一起 我现在却没功夫去管他们几人之间的矛盾 因为就在张盼盼和杨美梅两人刚才拉出我的时候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们给刺激的 此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发软 体内又开始产生下午在课堂上时的那种躁动感 死死地掐着双手 我知道自己不能在这里久闹了 不然等会儿万一失去理智的话 可就糟糕了 但还不等我台不离开 苏锦和却是突然朝张盼盼和杨美梅两人低吼的 够了 你们两个别打了 你们还想不想和达达在一起了 听到苏锦和的话 张盼盼和杨美梅两人齐齐看向他 你什么意思 苏锦和这时极快地看我一眼 眼神愧疚之中夹杂着一丝疯狂 再打下去 我们谁都得不到达达 我建议我们执行B计划 苏锦和沉声道 张盼盼和杨美梅两人齐齐一正 随后对视一眼 然后极快地点了点头 下一刻 三人眼神如狼似虎地朝我看了过来 我本能地觉得不太妙 什么B计划 你们想干什么 我强人体内的不是朝酒吧门口走去 腿最长的杨美梅 这是一个剑步冲到我的面前 将我的身体强行揽在怀里 然后嗓音低沉嘶哑地凑到我耳边道 我们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一起共享你啊 听到杨美梅的话 我不禁大脑一翁 胃部一阵翻涌 这几个娘们是疯了吗 你们这样做是犯法的知道吗 要是我早就打算利用女人 来缓解血脉诅咒也就罢了 可是我不愿意 一时间 我不禁听命地挣扎起来 可是此时因为血脉躁动带来的影响 我的力量远不及杨美梅 我的身体甚至开始微微地站立起来 只能虚软地靠在杨美梅怀里 而杨美梅健壮 还以为我在欲据还迎 当下便是笑盈盈地看着我 答答 看来你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是诚实的很了 你放心 我们今晚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完美的体验的 随后就搀扶着我朝酒吧另外一个包间走去 苏锦和和张盼盼两人则是紧紧地跟着杨美梅 见状我不禁心中绝望 我只能寄希望于柳如烟 这会发现三个室友都没回去 出来看一眼 可是直到杨美梅搀扶着我 路过柳如烟开的包间门口 她都没有出来 我的嘴被杨美梅的手死死地捂着 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 就在我以为今天要逃不过去的时候 其中一个包间的房门突然打开 一个穿着JK短裙的女人 身后跟着两个助理走了出来 我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 一口猛地咬在了杨美梅的手掌上 杨美梅吃痛一声松开了我的嘴巴 差点把我扔到了地上 我没去管她 只快速朝来人喊道 求你救救我 他们立刻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杨美梅则是在这时快速朝来人说道 不好意思 我男朋友在和我闹别扭 随后就要扶着我继续往前走 我不禁眼神一暗 但就在这时 那个女人却是突然伸手拦下了杨美梅 淡淡地朝她说道 就算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你也不能网顾她的医院强迫她 这位先生显然根本不想和你走 听到女人的话 我的心中生起一股希望 飞快地说道 我不是她男朋友 她骗你的 我的话落下后 女人看向杨美梅的眼神瞬间冰冷起来 她身后的两个助理 也在这时眉眼一沉 杨美梅见状也是有些慌了 苏锦和这时上前笑着朝女人说道 这位小姐 这是我们和达达之间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插手 说完又朝我笑道 答答 你就算是和美梅闹别扭 也得有个限度 我恶狠狠地怒视着苏锦和 此时此刻 我终于体验到那些被人贩子拐卖而同和妇女 向周围群众呼救时的感受 滚 苏锦和 你们想玩弄我 除非我死 听到我的话 女人眉眼一力 下一刻猛地朝杨美梅一脚就踹了过去 杨美梅自顾不暇 只好将我松开 可我此时全身虚软 一落地就朝地毯上摔去 这次我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就算报警 他们也得不到太重的惩罚 且事情要是传出去了的话 大家恐怕只会觉得是我在勾搭他们 而不是他们在强迫 到时候我反而会惹了一身心 离开酒吧后 被外面的夜风一吹 我这才感觉体内的汹涌感消散了几分 助手扶着我朝一台兵力车走去 我顿时紧张起来 别刚出虎穴又要进狼窝了吧 女人似乎看出我的紧张 很快低声解释 你看起来不太好 我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听到这话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摇摇头道 不用了没你 我没有中招 只是身体有些不舒服而已 今晚真的太感谢你了 我休息会就好了 但似乎女人并没有罢手的意思 而是粗眉看着我 眉眼看起来有些深沉 真的没事 真的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我连忙回到 他这才摁了一声 将我扶到兵力内做好 你要去哪 我送你回去 他递给我一瓶水 我想了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情况 打出租车可能还没有这人送我去学校安全 于是便点了点头 麻烦送我去A大 女人点点头 朝司机到 去A大 等车子启动后 才看向我问道 刚才是怎么回事 你认识他们 我不禁苦笑一声 嗯 他们是我前女友的室友 我刚和女朋友分手 他们就想让我做他们的男朋友 我没答应 他们就对我下摇 想对我来应的 要不是正好遇到你 我今晚估计真的要被他们羞辱了 听到我的话 女人的脸色冷了下来 刚才就应该报警了 几个臭不要脸的贱人 我摇了摇头 他们几个在我们学校很受欢迎的 就算报警了 也不会有人相信我的 我相信你 女人突然朝我说道 然后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能加个联系方式吗 顿了一下后又道 今晚的事情 你要是需要证人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听到这话 我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加了她的微信 我叫纪伯达 没你你叫什么名字 沈幼楚 沈幼楚 这不是金圈公主的名字吗 因为纪家也是做生意的 所以我曾从柳如烟的嘴里 听说过这个名字 没想到今晚救了我的人 竟会是她 到了一大后 我的身体正常了很多 下车后 我感激的朝沈幼楚道 沈小姐 谢谢你今晚救了我 不客气 你路上小心点 沈幼楚温声叮嘱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她的声音 格外的温柔 点了点头后 我转身朝学校走去 而刚进宿舍 几个室友就齐刷刷的看向我 达达 你和柳如烟分手了 我淡淡的点了点头 嗯 几人不禁同情的看着我 我在学校向来低调 学习也认真 所以和室友相处的还算愉快 他们知道柳如烟 是我的女朋友后 从不觉得我配不上她 只是他们也不理解 我明明长得不差 为什么从不打扮自己 换好脱鞋 我拿着手机进了卫生间 造成更不好的影响 你和烟烟都成年了 既然你选择了她 那现在也不必隐瞒 她你身体的事情 我捏紧手机嗡了一声 没告诉奶奶 我和柳如烟已经分手的事情 当初为了追我 柳如烟可是没少在奶奶面前表现 要是让奶奶知道我们分手了 她说不定会难过的 而刚挂完电话 我就收到沈幼楚的消息 到宿舍了吗 我很快回复 到了 今天太谢谢你了 片刻后 沈幼楚回我 你已经说了很多次谢谢了 真想谢我 不如请我吃饭 我不经意证 随即脸色冷淡下来 看来沈幼楚也对我起了兴趣 但她到底帮了我 所以我还是答应下来请她吃饭 之后不再领她 开始刷朋友圈 打开朋友圈后 我才知道为什么室友们知道 我和柳如烟已经分手 她和笑话梅纪博在朋友圈官宣了 看着他们在生日蛋糕前亲吻的照片 我只觉得讽刺 上了大学以后 柳如烟一直嫌我老土给她丢人 从不主动在朋友圈提起我 现在和梅纪博在一起了 倒是迫不及待地官宣了 说到底 还是变心了 难怪季家那么多男孩 鲜少有得到善终的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想遇到一个使之不渝的爱人 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围绕在季家儿郎身边的大部分女人 不过都是被季家儿郎的特殊血脉吸引过来的吧 他们迷恋的只是季家儿郎的身体 若说有多深爱 却不至于 就像苏锦和他们几个 他们倘若真的爱我 又怎么会卑劣地一再故意贬低我 甚至还恶心地愿意三人共享 这不是爱 柳如烟没来 等到第二节课开始 他才牵着梅继伯的手到了教室 班上的同学见状 立刻笑着朝他们发出恭喜声 然后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我没去看柳如烟 埋头巩固老师刚才讲的知识点 但梅继伯却不肯放过我 他拿着一盒喜糖递给我 继伯答 我和烟烟能在一起 还要多谢你的成全 这份喜糖 理应有你的一份 梅继伯故意说道 我淡淡地抬眸看向他 怎么 你们这是要结婚了 梅继伯表情一讲 那倒没有 我还以为你们要结婚了呢 原来不是啊 我伸手接过喜糖 哼 我为什么不接 他们以为我会难过吗 世间女人千千万 我为什么要在柳如烟这一棵树上掉死 更何况 从她变心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将自己的喜欢一点点收回来了 而见我接了喜糖 柳如烟的表情反而变得难看起来 但我已经懒得去管她了 早八结束后 我开始在手机上搜索请客吃饭的地方 选好后 把地址发给了沈幼楚 沈小姐周六有空吗 我请您吃饭 下一秒 沈幼楚回我 有空 我只比你大五岁 不用说您 你可以直接喊我沈幼楚 看到她的回复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居然还在乎年龄差 好 沈幼楚 结果刚收起手机 一抬头就看到了苏锦和 她黑着脸看着我 想夺我的手机 打打 你和谁聊天笑得这么开心 柳如烟第一次介绍 纪伯达给他们认识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这个剪着厚重其刘海西瓜头的土气的男孩 是个人间游物 明明她穿的是最不显身材的宽松衣服 可天生冷白皮的肌肤 微胖充满肉感的身材 还是在近距离的观察下暴露在他们面前 纪伯达仿佛有一种魔力 不知不觉地吸引着他们 但她的眼里只有柳如烟 从不多看他们一眼 为此 他们背地里嫉妒柳如烟到发疯 然后一个个像开瓶的孔雀一样 不停地给她发自己的照片 对她说情话 辽伯她对自己动心 他们全都想挖柳如烟的墙角 可她根本不为所动 心里只有柳如烟 他们以为只要柳如烟和她分手了 他们就有机会了 结果没想到他们还是太急切了 把一切都搞砸了 昨晚她几乎是一夜没睡 早上补了短暂的一觉后 还是控制不住地来找她 却看到她对着手机笑得这么开心 到底是谁 让她这么地放松高兴 我看着苏锦和伸过来的手 冷着脸将手机揣进裤洞 大清早就看到她 真是晦气 管你什么事 苏锦和 我再说一遍 请你以后离我远点 我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就觉得恶心 随后 我绕过苏锦和就朝图书馆走去 因为此时路上到处都是学生 苏锦和没敢再拦我 不过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们三个还是堵在了我的餐桌前 达达 昨晚的事情是我们不对 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太喜欢你了 达达 你就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 我们三个会公平竞争的 杨美美恳求地看着我 我只想把刚吃下的饭吐出来 顾及到食堂周围都是人 我压低嗓音冷冷的到 你们还能要点脸吗 滚吗 他们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杨美美却在这时猛地从口袋里 掏出来一个丝绒盒子 打开后突然当众跪在我面前 达达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真的很喜欢你 而杨美美的话刚落 柳如烟暴怒的声音就在食堂门口响起 杨美美 你他们的在干什么 杨美美嘲讽地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 你和纪伯达已经分手了 我对她表白 和你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脸色阴沉地看着三人 最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 杨伯达 你真是能耐啊 才刚和我分手 就和杨美美勾搭上了 以前我怎么没有发现 你是这么喜欢拈花惹草的人 柳如烟眼神冷地仿佛我给她戴了绿帽子 然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话刚落 苏锦河几个就站在了我这边 对她冷嘲热讽起来 柳如烟你闭嘴 你个傻逼 你看不出来是我们在主动追达达吗 见三个以前各种看不上我的事 这会儿突然对我维护了起来 柳如烟愣愣了一下后 便脸色惨白的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你们故意窜夺我和达达分手的 苏锦河几人直接承认了 是又怎么样 你这种意志不坚定的墙头草配不上达达 围观的同学们听了 表情都猛了 而柳如烟则是在这时突然红着眼 朝苏锦河几个冲了过来 一脚踹在了还跪在地上对我表白的杨美眉背上 你们坑我 我把你们当闺蜜 你们居然一直在想着挖我墙角 柳如烟愣愤怒的朝三人挥起拳头 三人很快混战成一团 柳如烟一敌三 自然落于下风 很快被打得鼻青脸肚 但我对他们的闹剧根本没兴趣 第一时间就起身躲开了 然后端着餐盘去了食堂的另一个角落 梅继伯见状不经气急败坏地看着 继伯打 柳如烟都被打了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饭 我咽下一口四喜丸子淡淡地看见他 是你女朋友被打 又不是我女朋友被打 我为什么要吃不下去饭 要不是因为你 他们怎么会打起来 梅继伯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只是冷笑一声 你少往我头上扣屎盆子 我又没挑唆他们打架逗我 梅继伯气得狠狠瞪我一眼 然后赶紧去找柳如烟了 围观的同学见我气定神闲地吃完饭 都露出钦佩的表情 当天中午 学校论坛就炸了 谁能想到 一大赫赫有名的校花宿舍 居然为了一个土包子继伯打打起来 而我事不关己地吃饭的照片 也被挂上了论坛 被骂活害 绝情冷血 一时间 我成为大名人 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骂我 我都没兴趣 因为马上就到周六了 毕竟是请客吃饭 要是穿着的太过随意 就有些失礼了 周六早上 我换上了很久没穿过的戏状 把头发披散下来 室友们见状都惊呆了 卧槽 打打你身材这么好 我突然理解柳如烟 他们为什么为你打破头了 你今天有约会吗 怎么突然想起来打扮一下了 我淡淡地笑了笑 今天有点事要出去一趟 中午我就不回来了 随后和他们道别 而刚下楼 我就碰到了头上 还缠着纱布的柳如烟 看到我的模样 她有些恍惚 打打你今天好帅 我只是冷淡地看她一眼 懒得搭理 见状柳如烟立刻上前拦住我 打打你要去哪 打打我错了 我不该被他们挑拨和你分手 你原谅我这一次好吗 柳如烟祈求地看着我 我脚步一顿 眼神平静地看着她 柳如烟 分手了就别再纠缠了好吗 你明知道我为什么 从前不爱导致自己的 可还是为了你的面子 嫌弃我 和其他人一起贬低我 你已经不再是那个 会全心全意爱我的柳如烟了 我们也回不去了 因为容易吸引女人注意的缘故 我上学那会儿 曾被校外的小太妹纠缠过 差一点 我就被他们拖进了小巷子 当时是柳如烟 喊了大人过来才救了我 所以后来我才答应了她的追求 从那以后 我害怕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所以一直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 只有回到家 才会放松下来 也只有柳如烟 知道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 可那个曾经说过 会永远爱我的少女 后来却因为我不够精致不休蝙蝠而嫌弃了我 我刚走到校门口 就被一辆眼熟的兵力车拦向 季先生 请上车 司机下来替我拉开车门 我上车后才发现 沈幼楚就在后组 沈小姐 叫我沈幼楚 我只好改口 沈幼楚 你怎么来接我了 沈幼楚放下手里的文件 温柔地笑看着我 追人总得有点诚意 我不由得一愣 原来上次的感觉并不是我的错觉 我脸下眼睫 淡淡地朝他道 我们恐怕不太合适 男未婚女未假 有哪里不合适的 随后又到 你女朋友选择和你分手 恐怕会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我从未对任何男人心动过 你是第一个 要是我不抓住机会错过来 恐怕也会爆汗终身 请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好吗 我刚想开口拒绝 体内却又突然涌起血脉躁动 你怎么了 沈幼楚敏锐地发现我的异常 没 没什么 只是有些难受 麻烦你把窗户打开 沈幼楚看向司机 下一刻 司机将车窗打开 外面的空气吹进来 我这才感觉好受许多 强忍了几分钟后 那种躁动感才退了下去 沈幼楚这时递给我一瓶领开的水 谢谢 我大口大口地喝了半瓶 这才感觉好了很多 沈幼楚没在问什么 只是担忧地看着我 等进了包间内后 才朝我问道 你的身体要不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上次你似乎也和今天是一样的症状 不知情地恐怕会以为是中了那种的 我垂下头 不用了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缓解的办法 万一你突然在路上发作了可怎么办 沈幼楚皱眉 我没吭声 吃完饭后 沈幼楚送我回学校 一路上都表现得很舒适 甚至被我身上的味道吸引的时候 也克制住了没有乱来 我对她的印象好了不少 接下来 沈幼楚开始隔三差五地约我 我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个合适的女朋友 所以没拒绝她的追求 而沈幼楚的温柔游脸 面面俱倒 还有在我血脉躁动发作时的清冷克制 无一步说明她是个不错的人 因此我答应了她的追求 和沈幼楚在一起后 我本以为我们很快就会滚到床上去 没想到她却以我还没毕业为由 一切以学习为主 而拒绝地为幸福补充 不过好在亲吻一样能缓解一下我的情况 因为沈幼楚常开着豪车来接我 学校渐渐出现了我被包了的谣言 这天 我刚到校园内 就被柳如烟红浊眼瞒下 答答 那个女人是谁 我淡淡地看见她 和你有关吗 你回答我 你真的被她包养了吗 柳如烟像头愤怒的狮子 听到她的话 我突然觉得过去的几年真不止 浪费在了一个根本不信任我的人身上 与你无关 柳如烟却在这时猛地一把抓住我的手段 答答 你和她分了 我们复合好不好 不管你到底有没有背包 我都不在乎 下一刻 她被人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骚扰我未婚夫 我不会放过你 沈幼楚将我拉到她身旁 冷冷地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看到沈幼楚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了 你们订婚了 沈幼楚没理她 只是关切地看着她 问我有没有事 我摇了摇头 然后猛地一把抓住沈幼楚的胳膊 沈幼楚 我有点不舒服 沈幼楚脸色微扁 立刻扶住我快速离开 柳如烟则是失魂落魄地看着我们的背影 沈幼楚想带我去医院检查 我阻止了她 回你的公寓 沈幼楚搀扶着我的身体一顿 让司机去她的公寓 到了公寓后 我将自己的特殊体制告诉她 沈幼楚这才不再隐忍 我们正式订婚 毕业后 我们便直接领证结婚了 婚礼那天 柳家人也来了 柳如烟坐在台下红灼眼 看着沈幼楚微微凸起的孕 脸上全是懊悔和不敢 可这世界上 本就没有回头路可言 而正如奶奶所说 像我这样的体质 也只有沈幼楚这样有权有势的人 才能护我一世安稳周全 五个月后 我的儿子顺利出生 我不知道儿子以后 能不能找到真爱她的那个女人 我只盼她一生快乐无忧 不被血脉诅咒所束缚